使劲全身力气 狭小楼梯转弯处 志工合力地慢慢调整位置 不管多重 志工以接力方式把屋内的家具搬上货车 因为他现在住的屋子呢 是屋主已经把屋子给卖掉了 然后他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新的屋子 此地照顾妇张温儿与父母同住 由于双亲年迈生病 一人无力处理 志工动员协助搬家 我们今天召集了一共19位志工 包括我们的环保菩萨 我们的慈善菩萨 还有我们社区团队 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一位感恩户 就做这个搬家活动 酒家具搬到新家 志工在帮忙一一定位 大家在这样忙当中都抽空把我们搬家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感动的 也是我们非常感恩的 汉水下终于完成搬迁任务 志工祝福温儿一家展开新生活 卖带素玉发 几樱坡报导